直通市线越动辽宁 这里是直通市线区周末版 欢迎各位的收看 今天我们走进的城市是辽阳市 民生工程是民之所望 施政所向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 今年以来 辽阳市将保障和改善民生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聚焦民生热点 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办成了一批关系民生福祉的大事 要事 时事 交出了一份既有温度又有质量的民生答卷 一件件民生时事 一项项民生工程 让辽阳市民切实享受到城市发展成果 也感受到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新变化 新幸福 为了让广大辽阳市民充分享受全民医保 这一惠民政策 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等问题 2022年 辽阳市政府将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待遇提升工程 确定为重点民生时事 围绕广大城乡居民的医疗需求 辽阳市医疗保障局在全面提升城乡居民 医疗保障能力和水平上精准发力 真正做到把好事办好 把实事办实 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这两年 由于父母身体不好 辽阳市民王女士时常陪着父母前往医院看病住院 今年 王女士发现不仅普通门诊统筹起伏线降低了 住院报销待遇也有所提升 报销的比例也提升了 然后现在普通门诊的看病报销 也就纳入了报销的范围 不非得住院才报销了 我觉得这一块特别贴合我们的实际 而且对退休人员的报销比例适当也做了提升 然后还有一些限制也很少了很多 我觉得这方面做得特别好 特别贴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看病这个需求 然后让我们觉得就是有了保障也得到了实惠 像王女士父母一样 如今 辽阳市城乡居民都受益于日益完善的医保体系 为了更好的保障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 确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提升工程落到实处 今年以来 辽阳市将普通门诊统筹起伏线 由25元每次每人降到20元每次每人 两病用药门诊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纳入普通门诊统筹定点范围 取消参保人员每年普通门诊统筹和两病用药门诊 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不超过两家的限制 辽阳市范围内二级三级医院住院报销待遇提升至65% 转院报销待遇有40%提升至45% 医疗保障待遇水平不断提升 受益者是群众 方便的是百姓 谢浩是安山人 但工作和家都在辽阳 近年 由于患上了糖尿病 高血压等疾病 需要经常到医院治疗开药 报销就成为困扰它的一个难题 今年 辽阳市出台的门诊曼特病 异地就医费用可直接结算新政策 彻底解决了泄耗的烦恼 为给参保群众异地就医提供方便 今年以来 辽阳市在进一步解化 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同时 又将高血压 糖尿病 恶性肿瘤 门诊放化疗 尿毒症透析 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医治疗等 五个门诊慢性大病病种 纳入跨省直接结算病主范围 进一步解决了参保人员 门诊曼特病跨省异地就医问题 目前 辽阳市开通门诊曼特病费用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医院共21家 今年8月份开通以来 累计结算1016人次 结算基金52.54万元 目前 我们正在研究 2023年的具体工作安排 总体的思路是 想进一步地提升广大城乡 居民参保群众的待遇水平 比如说 我们的二级三级医院 住院报销比例 在原有的基础上 还要提高5个百分点 同时 转真转愿 这部分的报销比例 也提高10到15个百分点 这样 我想 我们城乡群众的这种获得感 幸福感 一定会与之同步增加 俗话说 安居才能乐业 辽阳市认真落实农村微房改造工程 从2012年开始 以累计完成农村微房改造 11392户 开工率 竣工率连续三年 位居全省前列 2021年改造的260户农村微房 全部竣工 2022年新的改造任务 也在陆续完工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农村困难户们的新家看一看 寒冬时节 辽阳县柳豪镇长家村低保护 留宿霞老人刚刚落成的新家里 温暖如春 新房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 各级政府共投资 3万5千元人民币 今天外面的天气很冷 但是一进到房屋当中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 一股热乎气扑面而来 我摸了摸暖气 温度是特别高的 那今天有建筑专家 对房屋进行验收 我们都注意到很多细节 比如说像这个窗户 用到的是最新样式的断桥 质量非常好 密封度很高 那目前房屋整体的硬装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软装 正在进行当周 那今天房屋验收达标之后呢 低保护刘素霞阿姨 很快的就可以搬进新家了 以前的房子不一个体量 那我不成形 大山裂缝着 都这么大缝着 我现在可高兴了 我一天心里没人 这样就高兴了 今年81岁的独居老人刘素霞 过去住的老房子破旧 符合农村困难群体 微房再建标准 2022年 政府为他在原址翻建了新房 经建筑专家实地测算验收 房屋各项指标合格 可以随时入住 我们现在组织相关的专家 对这个老百姓新改造的卫房 进行全面的业手 今天柳豪镇预计 实施户全面业手 完毕 保证老百姓能够 住上一个安全舒适的房屋 然后我们这个卫房改造款 争取在年纪之前 达到老百姓的一卡通里 据介绍 辽阳市还通过实施建档立卡 实现贫困户 微房存量动态为零 基本实现重点人群 微房存量动态为零 农村微房改造之所以得以扎实开展 得益于辽阳市始终把它 扛在肩上抓在手里 记在心间 始终强化房屋质量 与建设安全的全过程监管 农村微房改造 已经连续七年 被列入辽阳市委市政府 向辽阳市人民承诺的 民生实施之一 这项工程如同接力棒 持而不息 久久围攻 同样作为民生工程的 太子河规划建设工程 也在今年递交了优秀的答卷 辽阳市太子河公园 规划建设工程 作为政府民生实施 连续几年持续推进 太子河风光带 正逐渐蜕变成风景如画的 绿色走廊 让城市绿色生态空间 不光看得见 更能走得近 逐渐成为广大市民 休闲赏景好去处 近年来 随着太子河风光带 综合治理出现成效 河流生态环境 发生了质的变化 太子河沿岸逐渐被打造成 一个集绿色环保生态 以及休闲为一体的生态长廊 吸引了很多市民流连驻足 以人为本 环岸于民 让市民在高质量发展中 享受高品质生活 今年 作为民生实施的太子河风光带 右岸生态冰水绿道二期工程 总投资377万元 因地质疑强化彩化数种的应用 在步道两侧 栽下荆桃光辉海棠 红王子锦带等 修建新塑教步道 停车场2326平 健身场地203平 太子河左岸生态绿化工程 花海道路新建工程项目 总投资273万元 新建人行道路16条 全长2388.75米 新建园区道路2条 临下行人休息场地5处 停车场3处 太子河是我市的母亲河 那么进一步提升太子河 沿岸风光带的效果 是我近年来重要规划之一 本项目的建成 进一步提升了该段的 沿岸的绿化景观效果 在我们治水的同时 也达到了沁水的效果 使百姓进一步增强 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 作为辽阳市政府 2022年重点民生时事的 河东实验学校新建项目 目前进展顺利 教学楼主体已经完成封顶 学校建成之后 可以满足河东地区的学生 就近入学需求 实现辽阳市文盛区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观众朋友 这里是河东实验学校的建设现场 这个项目 是我是2022年市政府 重点民生时事之一 自今年的7月26号 项目开工建设以来 整体进展顺利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教学楼的主体 已经完成了封顶 那这个项目呢 预计在2023年的8月31号 秋季开学前 可以交付投入使用 河东实验学校项目 规划占地面积4万平 建筑面积2.6万平 分为北区初中部教学楼 南区小学部教学楼 以及综合楼 学校功能齐备设施齐全 配备教职工120名 设置36个班型 计划招生1620名 其中 初中阶段12个班型 小学阶段24个班型 目前 教学楼主体已经完成封顶 计划2022年12月30号前 完成教学楼和综合楼 主体结构验收 2023年 河东实验学校将完成 室内抹灰 外墙装饰 防水工程 附属设施 园林景观 人房工程 设备采购 细部处理 和工程验收等 秋季开学交付使用 学校建成后 我们将努力打造 5个一流的学校 即一流的预言环境 一流的拜学条件 一流的师职队伍 一流的校园文化 一流的教育教学质量 并以时提升区域教育水平 优化河东教育布局 增加学位供给 解决河东地区 学生上学难的问题 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信心的辽阳市民会发现 近些年 辽阳市的全民健身社 师和器材 不但数量越来越多 种类也日渐齐全 市民们健身运动的身影 随处可见 蓬勃发展的全民健身活动 也彰显了古城辽阳的 朝气与活力 为了落实 在人群集中的文化体育场所 安装健身器材 这一重点民生实施 辽阳市文旅广电局 提早规划全力实施 目前 2022安装计划 已经全部完成 我现在在西巴里社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健身器材 是上个月刚刚安装好的 虽然现在天气 已经有些寒冷了 但却也挡不住 村民们的健身热情 双连单杠 二位漫步机 太极揉推器 拉伸按摩器 上肢牵引器等 健身器材各具特色 社区居民根据自身需要 分别选择使用不同器材 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太好了 我们老年人天天来 在这里锻炼 健身器材很多 我们可以玩很多样 除了这些常见的器材 西巴里社区 还新安装了一套 标准篮球架 全面提升了 社区全民健身硬件水平 我们西巴里社区 作为我市城乡结合部 文体设施建设薄弱 为此我们主动 与市文理广电局 等部门对接 为社区居民安装了 健身器材篮球场 等文体设施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参与到 全民健身活动中 除了将健身器材 普及到乡村和社区 辽阳市还在 香区园等新建公园 安装了设施齐备的 健身器材 进一步完善 健身基础设施 不断加大公共体育设施的 建设与开放力度 让市民能够就近享受到 运动健身的便利 目前辽阳市已增设 500余套健身器材 投放成乡 实现体育器材 村社区全覆盖 不断提高群众 对公共体育服务 和全民健身的知晓率 参与率 下一步 我局已启动 2023年健身器材采购计划 将增设新的健身器材品种 以满足广大市民的健身需求 近年来 随着辽阳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延伸 全民阅读服务的不断普及 社区自住图书馆 城市书房成了市民延展阅读的出角 今年10月份 辽阳市第一家体育场城市书房 正式对外开放 运动家阅读的新模式 让书香增添新魅力 观众朋友 现在是早上的6点30分 刚刚我在体育场进行了晨练 那今天的空气的确是很清新啊 健身爱好者们个个也是精神抖擞 那在锻炼之余 在这里还可以感受到文化的魅力 进行精神上的熏陶 是因为这里开了一间城市书房 具体上24小时不打样 咱们一起去看看 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 比起触手可得的精神快销品 坐下来享受一段读书时光 似乎很奢侈 但在辽阳市文旅局 市公共文化和体育服务中心的 共同努力下 追求便利 讲求品质 要求多元的城市书房闪亮登场 极大的为市民提供阅读便利 我看这虽然刚开 但是书籍还是很全面的 历史类的 微学类的 还有青少年阅读 平时我们家离河东比较远 去图书馆也比较费劲 到这来呢 然后还可以借书 也很方便 这样文旅结合嘛 文体结合 我们这块也能丰富一下 我们的业余生活 对于我们好像就是健身爱好者 盘布了之后 可以直接到这儿借书 然后而且我有很多年的那个借书 在梁市图书馆借书记录 然后在这儿呢 可以就是和图书馆通借 通缓 我觉得特别方便 就不用我开车 跑到那个那么远的地方去还书 体育场内外场地人流集中 每天人流量可达3000人次 是广大市民健身娱乐 亲子活动的重要场所 城市书房选址于此 有利于助推全民阅读服务网络全覆盖 体育场城市书房 采用无人职守和读者自助服务模式运行 读者可刷脸进门 自助办证 自助借书 自助还书 我们体育场城市书房呢 这些书的话配置大概有一万车左右 还有3000车电子书可以供下载阅读 这些书呢 包括方面比较齐全的 可以让市民非常便利的 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来阅读 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 有时一个不起眼的细节 往往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大的影响 揭露牌就是城市里常常被忽视 但却必不可少的设施 那么今年呢 辽阳市政府就将主城区增设揭露指示牌工程 列入到2022年重点民生实施 那么这项工程进展情况如何呢 日前记者现场进行了探访 您应该很难确认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吧 是啊 现如今呢 我们城市的街道模样都有点相像 所以呢 想要确认位置辨别方向 这揭露牌的存在就显得很重要了 可是随着近几年 我们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这揭露牌的设立就显得有点赶不上套了 您能不能准确地说出这条路叫什么路啊 这条路 我也不知道 望水大街 这也是我们今年新设立的一块街路指示牌 透过这块指示牌呢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自己 现在是在青阳地区的什么位置 今年呢 在市民政局的组织下 我是投入资金135万元 历时两个多月 为城区新建道路 延伸道路和部分已有道路 增设了街路牌521块 给这些街路补发了身份证 目前呢 这项工程已经全部完工 并检查验收 今年 我们重点对文盛区青阳地区 太子岛环岛路 太子河堤坝路 太子河区供应员及部分延伸道路 增设了街路牌 对白塔区 文胜区 太子河区组城区部分路段 进行了增补 实现了组城区街路指示牌全覆盖 为群众出行提供了指引 之前寄快递地址都不知道写哪 然后现在就可以把这个街路牌 这个排名 地名直接写出来 然后快递员也方便 我们也方便 之前嘛 我们这个出行啊 就是导航到这个地区啊 就不知道到哪了 哪是哪不知道 现在按这个路牌以后啊 这个非常方便 说上东京陵路一到东京陵路 哪一块就能找到位置 增设揭入指示牌 对于方便市民出行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具有重要的作用 今后呢 我们市民政局 将会继续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同时注意挖掘地名文化 弘扬历史文化 为辽阳历史文化名城 做出新的贡献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 我是赵顿 我是唐叶 再见 再见